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3月14号 最近美国有几个银行倒了 其中有一家叫Silicon Valley Bank 就是SVB 叫硅谷银行 然后你看到很多 这个很奇怪的一个事情 就是简体中文的消息出来的比英文的还要快 英文的我看一些美国的 讲新闻的这些频道 他们基本上 在中文的消息出来之后 一两天才会 才出来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就才出来 上周末出来 是9号10号的时候 9号的时候倒闭的 就拿SVB银行 9号的时候倒闭 这个消息就是中文的消息说的还很快 然后我随便 我看到一个 我不知道是台湾的还是大陆的 应该是大陆的 他说的是 好像是大陆的 简体中文的 简体中文的消息出来还要快 他说这个银行倒闭了 然后好多人 多少储户 拿不到钱 这个东西我看了 我就看到说到这里 我就把视频关掉了 我就默默的关掉了 我不知道 就好像 你看简体中文对这件事情的报道 就好像之前那个 那个叫 俄亥俄 俄亥俄什么化学品 污染多厉害 怎么样怎么样的 那个事情 中国化工厂爆炸什么的 更厉害的 但是盯着这个美国说 通常中国微博热搜 是吧 这玩意肯定也是 在大陆肯定也是微博热搜 就是 就是美国的这个 这个 什么银行倒了 什么美国怎么金融 金融系统 系统性风险 系统性风险 知道吗 中国没有系统性风险 因为没系统 美国有啊 对吧 美国系统性风险来了 大家的 所以我就 我只能默默的关掉了 因为我很早 我就 我记得我还在 我们还在视频里面讨论过的 一个就是 Netflix一个纪录片 它讲的是 美国银行 银行的一个 一个 经常出现的情况 不是经常出现情况 就是如果出现银行倒闭的情况 怎么办 对 那个视频也讲了 因为银行呢 它基本上 它是拿着你的钱去赚钱的 对吧 所有如果是出现 很多人同时去 都要把钱拿出来 那它就倒了 对吧 那它就必须倒 那银行就肯定倒 知道吗 它因为它要拿你的钱去赚钱 你要 所有的人同时都要把钱拿出来 它没有 就这么简单 这银行就是这样的 对吧 那美国之前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然后他们就有了什么证监会 整个这些东西 他们是如果有银行倒闭了 然后就马上有这种政府的机构去监管 然后里面的员工 银行就直接就变个名字 当然这个SVB银行情况有点不一样 因为它不是一个普通的银行 它在美国是排160几位的一个银行 然后它是在硅谷 它是97%的客户都是这种硅谷的创业公司 硅谷就是美国创业的地方 你知道吗 公司企业的 都是startup这种创业公司 这种高科技公司 互联网公司 说白就是知道吗 它是给这些企业提供融资 带融资服务什么的这种 提供企业提供服务 然后有全美国50%的初创公司 都是在这一家银行 你能想象吗 它是排168知道吗 它不是个传统意义的银行 就是说传统的一般的普通的银行 如果发生财务的状况破产 直接就一个人过去说 你们通知这个银行的员工 银行变个名字 你们该干嘛干嘛 就是这个银行已经找另外一个接手了 因为它原来的做不下去 那就换个名字 资产重组了什么的 债务重组一下怎么样 然后所有的储户照常取钱 一点感觉都没有 正常情况是这样 基本上是90%以上的情况 可能美国的银行倒闭是这个情况 你在对比中国的情况 所以你在看那个美国 你在看那些中国人去讲那个视频 这个银行倒了多少储户 拿不出钱什么 你不能说它说的不对 你知道吗 因为如果这次你说这个银行的话 其他银行呢 这个银行 首先这个银行 25万美金以下的人 是马上可以拿出来的 你是 不是说马上吧 反正你的钱可以拿出来 25万美金以下可以拿出来 但是对这家银行来说 我刚刚看那个Codefusion 那个YouTube频道 他也做了一期视频 专门讲这个银行 他说97%的人都里面存款超过 97%的这个银行的客户都超过25万 我不知道这个数据真是假的 有可能是真的 所以你不能说那个中国人说的 这个银行倒了多少储户 要不出钱 这个东西不对 但是你说 中国如果银行不让你拿钱 而且中国你就拿四大银行 给你存款保障多少 我记得好像最多50万 50万是多少美金 知道吗 美国是25万美金 是有保险的 知道吗 那中国连最大的四大银行 他这不管是 美国当然不管你排第一的银行 还是排最末的银行 都是25万美金 是银行不给你钱 也这种会必须会保证你拿得到的 对吧 那中国连最大的银行 最多也就保证你50万 那不是开玩笑吗 50万是个屁啊 50万人民币啊 你知道吗 就是 那才几万块钱 才多少钱呢 你知道吗 所以 你没法 而且中国银行倒的话 你你你不管是50万 还是5块钱 还是5000块钱 你不都得去求吗 都拿不到 不是 你可能拿得到 对吧 那个中国那个那个 什么河南储户 什么 村镇银行 什么什么这种这种 那些是买了基金什么的 所以说 情况非常的复杂 复杂 你知道吗 那么中 简体中文很多人最擅长的呢 就是在这种复杂的情况呢 把这个简单化 简单化了以后 告诉你一个 完全跟现实 没有任何一点关系的结论 然后你他妈都没办法反驳 你知道吗 因为他97%的都超过25万美金 那超过25万美金呢 可能要在这家银行 被其他银行收购之后 他才能拿到钱 他才会 有一个解决方案 不一定是拿到钱 有可能是解决方案 因为你这些超过25万美金 25万美金的人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哈 如果你的银行里面有超过25万的现金 你就让他放在那吃利息 你不买债券基金理财什么的东西 那不是你我你能银行那点利息你能跑过通货膨胀吗 你知道吗 所以说那你如果是如果是这个理财债券买了什么 债券各种的银行这些东西的话 那可能就是给你一个解决方案 给你换成别的债券 让你继续拿收益或者是怎么样 不一定还是要给你现金 因为银行没办法一下子给所有人现金 就这么简单 对 总之给你一个解决方案 你以后再拿 不能以后拿 硬要现在拿 那商量呗 总之那个是商量知道吗 对 你中国中国银行报了你 中国多大银行报了你 或者就是部分铁金部分换成这种东西 你多少钱 你不都得去求他吗 你知道吗 你都得去闹事吗 谁跟你商量我想问你 你在中国马路上走 或者是生活当中工作当中 有没有人他妈的跟你商量事情 我想知道 对吧 都是跟你这种 我不是说朋友之间 我是说你在做事 不管是办什么事情做生意 你不都得他妈的 要么喝酒了干嘛的 这个就不是商量知道吗 你要么求人家 要么贿赂 对吧 这是怎么商量 你知道吗 你可能是好好说话 但这个没有任何关系 你跟那个银行把你的钱 银行银行不给你钱 你去银行求他 你要是能送送你给银行 然后银行把钱给你 你不送吗 这个东西就是废话吗 对吧 比如说我在银行存了100万 银行不给我 然后我想让他把100万给我 一种方法 我到银行来求他 我的钱求求你给我吧 对吧 还有讨薪的也是 对吧 然后银行说你给我10万块钱 我给你100万 那我肯定给 那不是废话吗 你知道吗 所以这都不是商量事情 知道吗 这就没有商量事情 知道吗 只有利益 大家只有利益 讨价还价 要么 所以你 你如果把这个美国 你看美国这个硅谷银行门口 有没有在那抗议啊打架啊 什么的这些东西就知道了 把我的钱还给我呗 有没有人损失呢 肯定有 肯定有 肯定也有像中国一样 你的这个买了银行的这些 理财产品了以后 然后你的钱损失了很损失 然后倾家当产什么的 肯定也有 知道吧 所以你没办法去 没办法去 说那个说那种中国人 那种视频那种说 千万存护拿不到钱 这种表达方式不对 你很难去说 你没有证据 你没办法说他们不对 只是 这不是他妈的现实 你知道吧 然后 就是说这个银行是怎么导的 我把我了解到的 说跟你说一下 就是 这个银行首先前面跟你说了几个数据 50%全美的初创公司 90% 90几的是这个叫 90%那个不是 反正就是互联网公司 高科技公司 那前几天 前段时间的发生的这些事情的背景 一个比较关键的 跟这件事情有关系的 就跟经济里面金融上面有关系的 一个是加密货币的FTX 打着游戏跟他说你给我4亿美金 40亿还是4亿 不是 给我一边打的那个 我又又忘了那个傻叉游戏叫什么了 英雄什么联盟什么的 一边打着英雄联盟 一边问客户拿4亿美金的那个家伙 被抓起来 他倒闭了 他在什么开曼群岛被抓起来 就是一件就是这个FTX 这家加密货币交易公司 他自己做银行 然后挪用公款 等于说是挪用公款 就是他自己制造了一个货币 然后用他这个货币 在他这个交易平台去买别的加密货币 然后他就是小毛孩子 打英雄联盟这种 这些小孩子都是在搞的 然后就这家公司倒闭 然后这家公司就是这个硅谷银行的一个客户 主要的客户 所以跟这个硅谷银行有关系 另外一个就是 另外一个是跟这个美国美联储 这种这个这个这个武汉病毒 在美国算是不那么厉害了 美国人不怕他了 可能 已经开始有点放开的时候 然后出现了这个通过膨胀 记者问这个白宫什么的 政府白宫政府 拜登政府 拜登政府 拜登政府就说没有 这通过膨胀是假的 马上就好了 然后那个时候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 任凭通过膨胀 就是那个时候连我们这边有他妈的 就疯了 对 没错 就是那段时间 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美联储 拜登政府 然后美联储开始一轮加息 第二轮加息 到最近一次加息的时候 美联储说什么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加到什么时候 他跟市场放出一个信号 也就是说 我们可能继续还要加息 知道吗 一继续加息的话 那市场 那 那就证明这个 那 那对市场 市场就会失去 这个 就没有信心了 就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 释放流动性 会怎么样的 那市场就会 我也不是这个金融专家 就这么讲一下 我知道的东西 就是大概就这么个意思 知道吗 所以最近一次 又出现了一个这个情况 那 那似乎呢 就是你感觉到 就是美国政府 他在故意的去打压 这个美国经济 因为可能说 美国这种选举制度 导致这个 四年一次选举怎么样的 那拜登这个 这个熊样的 你看这个 这个这个叫 你看 给你看这个记者 问他这个 硅谷银行倒闭这个事情 就这一段 他怎么说 他怎么说 不是怎么说的问题 你看 然后我点点错了 点到我视频里去 说的就是 这老年晒到不行了 连回答都不知道了 这个 这些图灰钱能拿到吗 怎么怎么样 然后怎么怎么样 好 对 那拜登在这个 这个硅谷银行倒掉 和其他两个银行 硅谷银行之前 其实有一个更小的银行倒掉 叫什么signature什么的 然后拜 然后拜 然后拜登政府就出来 见了这个美联储的主席说 说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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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这个联邦政府要接管这些银行 还是怎么样 制止这些银行的这个 上次我在这看视频 你知道吗 我没有录视频 我在看youtube 他在这个显示器里面就找他自己 找不到 他每次都在这里找他 以为你在录视频 因为我这里放了我的相机画面 前面说到哪里 就是拜登 就是他表示出对这个事情要政府去接管银行 那政府去接管银行 其实不是他妈的一个什么好事情 有一种就是 说法吧 就是美国 中国不是有出于这种加密货币 美国政府其实也想出这种中央系统的 中央central control的这种 中央控制的这种数字货币来取代 现在这种纸币 现在这种货币 现在这种货币 这就是很多缺陷或者怎么样的 其实一个也是这种加密货币的这种 非常的高的泡沫 比特币之前不都6万多吗 现在变2万多 之前跌到1万多 现在又涨到2万多 然后又跌下去了 那就是加密货币其实带来了很大的泡沫 让这种各种的不稳定性出现 那所以 所以 他这一稿我忘了讲啥前面 我前面想讲的就是 就是银行要给政府 想讲的就是拜登政府 拜登政府 他们想 想推动的这种说法的就是 当然是一个政府控制一些 控制一些银行以后 去推动一个 中央控制的一个加密货币 而不是像虚拟货币这样 是去中心化的这种 没有人控制 虚拟货币很多不都是这种犯罪 罪犯洗钱什么的很厉害吗 对吧 所以他希望是用这种中央控制的系统 控制这种货币 所以 所以你想象到就是拜登政府 他可能很希望看到这种银行 像硅谷银行这种银行倒掉 然后政府好去接管它 知道吗 因为美国这种银行都是私人的 首先你没办法去一讲 中国银行倒了美国银行倒了 那他们 虽然说都是银行倒了四个字 但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你中国银行有私人的吗 我想知道 你不都是政府的吗 政府的是什么概念 什么叫银行是政府的 就是出了事情没有人负责 你找不到人 政府你敢去找政府拿枪指着你 这就是政府的意思 而不是说银行是政府 他永远不会倒 那废话 他妈的事情没轮到你头上 那别人出事情 他敢去找政府他就消失 你知道吧 这就是政府有的概念 那私人银行 你可以去找政府去告他 你知道吗 美国的银行是这种银行 你可以想象这些银行 他敢出事情吗 你想知道 你知道吗 而且这家SVB 这家银行呢 他本身作为一家企业来讲 他的很 他的资产都是很稳的 挺稳的 但是毕竟是这种 你说这种高科技泡沫 比特币加密货币泡沫 做出来的这种事情搞的 包括中国的很多公司 里面有 里面 这家银行也是中国企业最喜欢的 一家公司 一家银行 你知道吗 中国公司很喜欢用 中国你想抖音 在美国也是这种公司 知道吧 中国公司很喜欢 很喜欢 这种银行 知道吗 很多中国公司都在这个银行 去 都用这个银行的服务 知道吗 所以 但是就这家银行来说 它本身是一个 该怎么样干 该怎么干的 我觉得比中国四大银行的 可能中国银行动不动 这个行长什么卷钱 跑到美国去什么 这种 我不知道现在可能好点 以前这种 他这个银行绝对是 这个银行的什么行长CEO啊 什么的这种中国行长的 这个银行CEO CFO什么员工什么的 绝对比中国银行的那些 那些人干的事情 还有这个银行 就把银行看作一家公司 中国虽然是国企 但是它也是一家公司 它绝对比中国的这种四大银行 做事情要稳妥的多 但还是倒了 知道吗 它 它是 前面说 就是前面说的这些事情 我想想说什么来着 你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这家银行它还是一个说 不是说因为它自己瞎搞 我想说的意思就是说 它不是因为它自己瞎搞而倒了 你知道吗 嗯 不是说 那你看中国银行搞的话 首先 中国那个那个河南什么春队银行 那它不是瞎搞吗 它在网上拿个手机 就就让别人投资理财了 那不是瞎搞那是什么东西呢 而且它那个理财的东西是啥东西呢 合法吗 有法吗 你知道吗 它就跟你说 我觉得利息百分之十几知道吗 这个是瞎搞知道吗 不是钱给这个产品的人也无敌了 这个是瞎搞知道吗 不是不是投钱给这个 那你就被骗嘛 对吧 跟那个什么这种郭文贵什么 一样的呀 知道吧 受骗嘛 知道吧 然后呢 这个银行倒掉呢 就是会有一些 前面我们说的就是 政府是希望去接管它 然后说出这个哈 嗯 然后然后说 然后是想说什么来着 就是说这家银行倒闭以后会 让这种很多的这种硅谷的这种创业公司啥的哈 哦 我我我我我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 就是就是如果说政府接管了他这个银行 那那些企业企业企业在在这个银行存款呢 或者说融资啊贷款的这些企业会有什么不一样啊 这种 这个不不不这个不是重点 为了什么影响 不这个不是我我们这个不是我们因为呃 根据这个这个新闻哈 要讨论的这个重点 不是重点 这不是重点 嗯 呃就是说 政府怎么去喜欢去接管他 你只要知道他喜欢他希望就行了 是吧 就是跟中国政府一样 就是呃 这个美国政府跟中国政府全世界政府去 所有国家政府都是一样 一定是希望呃 你要知道的就是所有的政府国家政府都是一样 就是希望说呃 越控制越好 就是你越傻逼越好 知道吧 就是你老百姓越傻逼越好 你有枪 你你最好手无寸铁 最好连他们衣服都不要穿 最好来求着我政府扎的地 嗯知道吗嗯 就全世界政府都一样 唯独只有中国政府是有他妈老百姓的配合 你知道吗 老百姓还乐意 哎你怎么不管我呢 哎我我把这个我刀给你枪给你怎么怎么 哎快点管我吧快点 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是这样 进枪进枪真的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 知道吗嗯 别的国家你他妈算老几 你让我你让我你让我没有自这种自自我的这种自由 没有这种你你你你你是谁啊 你说的对吗 你知道吗 你们觉得自己保护不了自己需要政府来保护自己 是我认为从这件事情一个是看到这个这个拜登政府啊 刚刚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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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对吧 嗯就是拜登政府的态度就是对这件事情的态度 出户怎么处理怎么钱就走了 对吧就是呃你可以看得到所有的政府都是一样 嗯像像拜登政府这种认为拜登以为他获得了这个这个叫呃 八千多万选票好多牛逼他他这个选票的数量就就表示他是一个控制权力有多大这种感觉对吧 嗯因为很多人投票给你嘛知道吗 所以呃所以全世界政府都一样 嗯但是你看不到别的国家除了中国之外的别的国家 呃普通人去直接去送给政府的还有那么多人去帮这个政府去宣传说好坏了 你看不到知道吗 呃呃 呃 不是而不是你你你你可能因为我们不是这种方面的专家 我们不可能去分析这个呃银行如果被政府接管了以后怎么样 那不一定呢知道吗 嗯而这件事情呢正起而且现在也在也在这个叫呃也在这个叫呃还在发展知道吗 呃现在你只能知道说25万以下美金呢可以取出来 所有的人都可以取25万美金 有企业发不出工资什么的你去先去申请25万美金 是吧 然后呃超出的东西就要等他收购后被收购后 现在还在看嗯不知道被收购没有 嗯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呃另外一个呃一个一个一个误区吧 他说是这种呃拿这个这个美国要金融海啸什么金融危机什么相比较啊 我不知道这是啥意思啊 因为呃呃还有跟这个美国08年次贷危机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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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比较啊 就是那个Codefusion那个那个视频他也里面也讲到 呃跟那个08年他讲那个08年金融危机的视频也有 专门讲的很详细的呃跟08年金融危机是完全不一样 而且08年金融金融危机美国是银行呃爆雷的呢是那些很大 都是一些比这个贵物银行大很多排名前二十前十的这种银行哈 而且他们的问题是出在说呃出在说 是不是那时候房地产泡沫金融危机 不是房地产泡沫就是说呃 呃08年金融危机它是这个叫次贷 他他他拿这个拿这个呃房产做做就做抵押就是呃 他做一个这种叫哎那个那个词怎么怎么说 这不我不专业的知道吗 记不住你知道吗 他就是拿这个房地产的贷款 然后拿这个贷款呢再去做贷款 因为地产的贷款是个优质的这种这种 因为你你你贷款买房子你一直就还款吧 嗯然后他就这个银行呢又把这个东西又贷出去 不断的贷杠杆呢加到了30倍 然后有的人他们然后这时候就大规模 美国贷款贷买房子就不交钱了嘛 嗯你还咋地咋地去吧就不要了不交钱了 然后这个呃银行这个时候呢这些银行呢就呀 又又拿这个这个呃这个这个这个房子去贷款 再贷款再贷款来回贷款贷款的很厉害 你知道吗所以他这个他要是不没没房子 一翻那么多倍没有那么多杠杆的话 去做这个这个事情的话那也还好 所以这个就是做的太过了知道吗 嗯做太过了然后呃出现了比较 大规模的这种 算贷房子然后银行就呃呃爆雷了 这样吧那个时候是这样而且是大的银行呃 他们出问题是出在银行的等于说这个是银行的资产 因为你自己在做这个房子呃三十个银行 每个银行带一圈那实际上只有一个房子 那你们三十个银行都有资产你知道吗 就是说那个是他们银行的这个资产是劣质是是虚假的 但那个时候通过那些银行搞银行业的人去做那个文件 做的你让你根本就看不出来 只有你非常专业的人一看我操就有问题 一个房子怎么怎么能 普通人可能等于等于你把一个一个房子变三十个房子 或者是变多少个房子 你知道吗 那你这个银行资产就是假的 你这个银行所有的企业国家也是资产负债表 平衡表什么的这种各种的表 知道吗那你那个资产表那个资产是烂资产 知道吗那这次这个SBB银行它是因为挤兑 包括现在正在发生的是因为因为这个银行因为挤兑倒了 那其他的银行也会发生挤兑 就是美国其他的银行也会很多人去取钱 知道吗就是取钱 然后总之总之这个东西呢 就我说就是我知道这些现实嘛现状嘛就是这样 正在发生的时候你只能去观察就是 就是会发展到什么样 对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会发展什么样 但是起码这种 应该说普通人生活应该没什么影响 对吧 你就看这新闻美国新闻比中国新闻还蛮 就是说就是说他这个不会说引发这种什么 美国什么系统性的 我不是我跟很多中文的认为是美国金融系统完蛋 美国完蛋知道吗 美国只在完蛋知道吗 我觉得他妈很莫名其妙 就你买个东西是买美国产的还买中国产的 然后你就在美国那个东西的价格翻十倍 我觉得美国跟中国东西也有的一笔 你知道吗 有些想法好奇怪 你手里用着美国东西 家里好多这种电子产品都是国外创造的 电子产品 电子产品都是中国造的 那期待不说电子产品 所有的好多东西你吃的用的穿的啥的 好多都是别的国家生产设计或者啥的 然后你还在嘴里骂 不你这个东西你就别讲了 你讲不清楚的 你讲不清楚这种东西 你讲不清楚这个什么美国造中国造 因为你很多东西都不知道 所以不是说你也不是看哪里造 知道吗 我是说同样一件产品 比如说汽车你买迪亚迪还是买这个美国生产的 在美国生产的啥啥啥啥啥啥 对吧 对啊 美国不光是这种大量大批量生产的汽车 还有一些小批量生产的 或者说这个这个 你随便去美国 美国还有很多 我前面 我之前一段时间看了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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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特的皮卡 我们是 我们是水夫拉皮卡 福特的150学皮卡 知道吧 跟我们差不多同等级 对对对 有那个拿福特650 知道吗 650就基本上像卡车头一样的知道吗 你只能先买个卡车头 那有一家公司呢 他就是把福特的F650 改装成一个房车 后面给你拖一个房子 里面可以住可以洗澡可以干啥 做饭 就是把福特的F650 然后又四驱 然后又顶瑞瑞什么的 做的这种 专门做这种公司的这种汽车 你中国有吗 你中国有的话 你敢买吗 我想知道 那个车又是 这种太阳能电动的 上面车上面有些用的东西 太阳能电池版肯定中国的 但是 把它装在一起给你去用 你敢买吗 你去看看那个视频 你可以看那家公司叫什么来着 你看那家公司介绍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房车那个视频 你随便爱看 开了海边住两天 或者怎么样 或者爽你知道吗 所以 你很难去 你很难去讲 讲这个 这个 前面我在讲什么 就是那个 08年金融危机 是他银行资产有问题 这家银行资产没有问题 他是他倒闭是因为挤兑 对对吧 对 并且呢 本来这家银行在大概19年的时候 好像有60亿美金的资产 6 billion大概 61 60个 600亿吧可能 19年的时候 我看那个数字大概搞不清楚了 反正他现在是2000亿的资产的公司 2000亿 这个银行2000亿资产 而且里面这2000亿里面 大多都是一些优质的资产 并不是那种通过做文件什么的 做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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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做出来的这种做出来的这种资产 他的资产都是比较优质的资产 主要就是加上他的客户 虚拟货币的交易所倒闭 FTX倒闭 还有大量的用户的挤兑 大量用户都想去取钱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他这个债券债券 债券亏损 他的债券 因为 因为美联储加息前面 因为美联储加息啊 美国的经济的这种 这种 经济的这种 这种 这种情况 不加 然后他的债券就亏损 否则他就把他的债券卖掉去 让这些宠户提前提掉 他也不会倒闭 知道吗 所以他并不是一个 那么简单的一个 一个 08年那种 那种风险的那种 我不说08年风险 金融危机简单 但是 那个是因为是 是一个 是一个 像被骗了一样的 知道吗 像银行在 银行在做骗子 但是 这次这个贵物银行倒闭 纯粹是因为这种 这种 这种 全球这种 病毒 武汉病毒大流行之后的这个 经济 然后 因为 纯粹就是因为病毒制造 这个这个经济的这个 通货膨胀 非常的厉害 然后 加上俄乌战争 你的粮食上涨 能源上涨 这些 这不是他们人为造的吗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贵物银行挺冤的 知道吗 这其实都是 武汉病毒是武汉病毒实验室泄露的 然后俄乌战争 俄罗斯 如秦乌克兰 这都是人为制造的 不管是美国 促层 或者怎么样 哪个国家政府 这个背后 不知道怎么回事 对吧 但这肯定 你可以肯定一点 这都是人为制造的一个通货膨胀 然后美国呢 就像中国去延迟通报中国的疫情情况 刚刚从武汉病毒泄露的时候 武汉实验室泄露的时候 美国的美联储 他又去延迟去应对通货膨胀 他不承认 当时大概也是这么一两个月的事件 你知道吗 而且很奇怪你知道吗 很奇怪 这都是人为的 然后这种人为的通货膨胀出现 他不可能一下子消失 知道吧 你如果说 你如果说美联储不加息 那还是紧急衰退 通货膨胀又回来了 又上去了 知道吗 你必须通过加息去遏制通货膨胀 然后 这个 这个就是说 现实情况就是这样 现实情况就是这样 永远都是这样 就是你 你必须得选择一个 选择一个说 有你人 比如说 美国经济的问题 那就是美联储的人 呃 然后 美联储的人也是选票选上去的 对吧 而且他自己本身有 学识各种资质 对吧 但是 总的来说是一个人去把握哈 比如说通货膨胀上去 我加息银行倒了 我不加息 通货膨胀又回来了 我怎么办 银行倒了经济也完蛋 那通货膨胀上去经济也完蛋 对吧 答案就是你必须一个人 你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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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握 由人去把握 我觉得这个也就是不管是拜登政府也好 还是呃 还是什么呃 美联储啊 耶伦呢 就是就是就是这些人在做的 知道吗 那如果是他们在做的话 我觉得就 没什么问题 即使是拜登 即使是他不回答呃 不回答记者的问题就这么走了 然后做的很多事情呢都是莫名其妙的呃 呃如果他不吃 作为一个美国总统不称职 那那就那就两年后换人呗 对吧 就是 无所谓的只要是人在做就行了 只要不是说 像呃 像什么像像像中国两会选举啊 习近平就全票当选 这种就是 全票当选这种是什么概念 谁规定的 你知道吧 嗯 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你一定要这种羡媚的这种 我为什么他妈都离开中国 就是因为我他妈最讨厌羡 我觉得这是一种精神上非常病态 就像你看到大便 不行 你不可能去吃他吗 毛不从你肯定要躲他远一点 有毒的东西 这个就是人本能的一种恶心 我看到有人羡媚啊 我就是本能的这种恶心 知道吗 有什么事情你就实际就说了 又怎么样 你胖你就胖 你会怎么样的话 你就直说吧 但是你不能说侮辱他嘛 你知道吗 这个不是这个就是说 你如果是就你看中国两会 那百分之百就是谢妹 对 没有任何的恶心 我说的这个 知道吗 对 这个就是让我最恶心的东西 所以我要离他妈的半个地球远 离他 这是最好的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搞成这个样子 因为你谢妹是代表什么东西呢 你说如果你 如果你喜欢一个女孩子的话 你追他会怎么样的 你谢妹或者怎么样 那你就算了 你他妈又不是在追女孩子 你一个国家 然后一个政府 然后说的都是这个 这个普通老百姓生活 然后未来你小孩的生活 你的工作 你的一生 说的都是他妈这些事情 然后你看到一大堆傻逼在那谢妹 你是什么感觉 我想知道 我就是极度的恶心 我觉得我会生病 你知道吗 我觉得就像有毒的昆虫那种 某某虫五颜六颗刺老长 我看到他就这种感觉 我肯定不碰他 你知道吧 就这种本能的反应 你知道吗 就是说 并不是说你简单的说一下 银行倒了拿不出钱 中国银行倒了怎么怎么 中国的这种 深圳那个叫什么来着 深圳 就是那个房地产那个 你也不记得 我也不大记得 就是说房地产爆雷 然后银行爆雷 美国银行爆雷 也是一样拿 对恒大 就拿不出 对 就拿不出钱了以后 他会不会拿出钱 会 但是你但是我觉得 不应该这样去看这个问题 知道吗 比如说你看这些脱口秀 或者是新闻节目 综艺节目什么的这种 你看中国的话 他基本上就是跟你说好听的东西 然后说这种表面上看上去 高大上的东西 对 没有任何实际内容 不是说没有任何实际内容 就是说 他就献媚 你知道吗 但你看 你看你看美国脱口秀 我今天又看 那次夫妻新出一个脱口秀 妈那人脱光 上半身脱光 然后就说 就说 自己的肛门的毛老师打结 怎么办 他就说这种东西 你知道吗 你说你说你说我都没办法接 不是很接受 因为他就是 然后他说 他说 我跟你说 说一段 他说的这种比较恶心的 就是说你知道他那个内容 就是美国的 在思想上 脱口秀上 一个脱口秀上 他这个内容到什么一个程度 他说他的肛门打结 然后他跟他老婆旅游在一个岛上 一个酒店 然后他让他老婆帮他剪一下 他拿了个小剪刀 pocket knife 就是我这种pocket knife 你知道吗 口袋 口袋 就是拿这个pocket knife 然后想让他老婆帮他割一下 因为他在外面旅游 然后因为 为什么要割呢 因为他拉屎 但是他肛门上的毛打结了 那个结可能就把他的屎固定在那边了 你知道吗 他就这么说的 他有话就这样说的 我都没办法接受 你知道吗 然后他老婆说 咦我不要 然后就继续退退化 然后他就在 他没办法 他就躺在床上 像一个这种 你就给我们家宝宝 换尿布的时候 就这样 然后拿个剪刀 就在那哇哇大哭 然后他没发现他两个女儿进来了 然后他女儿就看光他 看着他的那个 然后他女儿说 他女儿说 哇爸爸的那个婴护 爸爸的 他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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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爸的那个是那个 这样 就是那么恶心 知道吗 嗯 就是说 你 你能接受的人就接受 毕竟他讲的是这种 是 确实每个人都有了 我也有肛门的毛了 对吧 有些人没有 那我有 那就是说 外国人西方人毛多的可能也有 对吧 就是这种东西呢 你让中国人他说都不会去说 对吧 但是这些东西都是这种这种 现实当中的事情 知道吗 他们就是拿这种 他们是 只要说不去冒犯到大家 虽然说他说的这种东西比较恶心 对 而且他上半身都不穿衣服胖胖的 这种肚子大大啤酒肚这种 这种去讲的 知道吗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脱口秀 一般人不是西装穿的好看一点 但是你发现 他们在不断突破这种底线 知道吗 就怎么恶心 怎么难听 怎么没有人敢讲的 他就去做 然后呢 通过他的表现的形式呢 他让人感觉到没有被冒犯 然后又能笑出来 那他就赚钱 就这么多人看 就这么简单 你知道 就是说 不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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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蝎妹是什么概念啊 蝎妹就一开始就扼杀了你自己作为一个生命的这种 所有的 你是一个独立的 有有思考能力的 我知道知道 你知道吗 因为我我身边就是 其实我讲一下就是 不是我的经历 是我妹的经历 我现在想想到是我妹为什么不喜欢来我外国外婆家 因为我家里的我的两个舅舅老是嘲讽他或者啥的 就看到他我妹比较壮比较胖 然后 然后又黑 然后我 但是你家人我接触过 我两个舅舅 有时候 跟他说他会看到我妹说 就是故意说 哎你瘦了吗 你今天瘦了吗 故意说反话 他就不喜欢 他就是做这种公务员 所以我妹就不喜欢来我们这边 你知道他就去他爷爷奶奶那不喜欢 他在我们这边 我外国外婆家 他不常来 你知道吧 每次来 然后 然后我 我就想就是用这种类似的话 就说 哎你今天你又摆了一点吗 哎你又瘦了吗 就这种反话来 对 我在我在中国相处的比较好的朋友 也都是都是说 都是这种说 不会说 不会说互相大家就献媚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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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种感觉 对 但是朋友之间倒无所谓 对吧 朋友之间倒还好一点 你很少很少会出现 我说的是 你看到的是两会啊 中国政府啊 选举啊 这是这是中国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事情 你知道吗 干这种事情 对啊 你你你你你 你在你在中国跟其他国家一个区别 就是呃 你到一个不喜欢不不不不不熟悉的人的地方 你得先去呃 找关系对吧 你得先去找关系干嘛 那就先没了 对吧 那就搞成了所有的事情呢 所有的还有中国这种这种说呃 这种这种权力的这种呃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这种这种权力的这种这种统治的方式哈 呃就导致他整个所有的事情 你什么金融系统不要系统 对吧 就我说算 当然了 所以所以所以这这个就变成了这种 你看到的这种两会这种 这种这种这种 大家都是一个个的这种没有灵魂躯壳一样 在这里 呃没有任何的你脱口秀你就不要想了 你看那脱口秀呃 我你看中国脱口秀 你看你看那那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那脸都能僵在那里你知道吗 嗯 就没什么好看的呃 呃我不是说我喜欢看那个讲刚能毛 这个我都觉得过分 我有点接受不了 我也不我也关掉了 我也看不下去了哈 但是但是你接受得了的话 你你你就去看了对吧 就是说呃 呃然后你看美国的这些媒体新闻啊 全都是骂这个骂那个批判啊 全部都是因为他首先他就是一个批判性思维嘛 你知道吗 就是讲这种讲这种 什么是批判性思维哈 我觉得不应该跟中国人讲 跟中国人去讲什么批判性思维啦 什么什么 呃骂你是是什么 是骂是是指出你的缺点 希望你改正了啥啥啥啥 不应该跟中国人说这个 应该是说你别他妈献媚行吗 你知道吗 有啥说啥行吗 你知道吧 对 就是事实是怎么样子 你都搞不清楚 你就就大家就互靠献媚 其实献媚他只是其中一个中国中国的这个这个 你说你说在中国出现了一些什么事情以后哈 美国就算 美国我觉得他就算这个这个 你像这个银行倒闭以后哈 他所有的员工都这种这种就跟你辞职在 就跟外企在中国日本企业在中国辞退员工 付他呃两三年工资 对吧哪个中国企业会这样的 就就是这个银行也是一样 员工CEO都是都是全部都是这个这个 还有一点就是有人说这个CEO哈 这个公司倒闭前呃 呃 倒闭是倒闭是周六还是周六 就倒闭前这个CEO呃 呃 套现麦多尔债券债券什么的哈 嗯 就这个有可能是因为他为了去 让这个银行不倒闭这样的 有可能 嗯 嗯 最后还是倒闭了 就是该付的钱 该付的钱都都付掉了 就是都都有付掉 给员工啊 给下面的人啊 对 嗯 呃 所以你很难想象这些呃 呃 其实差别根本就不是说 不是这么比的 你知道吧 不是说 那中国的老早什么CEO 老早跑掉了 哈哈 不是这么比的 但是但是你说应该怎么比呢 你知道吗 我其实想到了一个应该怎么去比较 应该怎么去比较 应该怎么去比较 中国这样搞的这个 他明显都是谎言 都是这个瞎搞 都是没有法律 都是这种贪污腐败的方式 跟美国这种 呃 尽量的去 减少贪污腐败 尽量的去 什么都法律 听证会慢慢的 什么东西都是 按着程序的 这种按着法 法律 按着规则 呃 靠诚信一步步来的这种国家哈 嗯 你怎么去比较呢 我觉得可能 可能有一个点就是说 你 你看很多很多 呃 你看两个国家 或者是两个公司 不同的社区的团体 或者是什么 呃 不 你在做不同的事情的时候哈 嗯 带孩子或者怎么样呢 比如说我们两个带孩子好了 嗯 那 其实并不一定说 并不一定说 你像我这样哈 我就是 啊 你你怎么不能在这边拉屎 昨天我刚训过他 你看不下去我做的事情 我也看不下去我做的事情 但是我做事情 我是希望说 我不一定做得到 但是我是希望说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 最小对未来最小的副作用 像有一个规则一样的 知道吗 就是但是你呢 你可能说 说不出来 不是像我这样哈 我我好像盯着一件事情巴巴巴巴跟你说半天哈 讲一大堆道理哈 以后会怎样 现在会怎样 未来会怎样哈 但是你他不大会 但是你 但是你你这种你这种去搞一个事情呢 你可能不会出现 不会出现啥 也不会也也会 也会就是 这种你你这种就是不是说 像我这样什么东西都死守的这个规则有一点 有一点我有一点死去 硬是要让他未来 未来的这个副作用减少到最少的方式 现在去去教孩子现在应该怎么样做事情 嗯 我有点呃 然后过渡了以后呢 就会让让就会让他现在啥都干不了 对吧 嗯 那你让他随便乱干呢 虽然说 以后可能说 我觉得我们俩就是两边 两头的人 对我们两种 并不是说我是 我是这种 我是这种美国这种方式 你是中国这种方式 而是说我们这两种方式知道吗 我没法去比 我不能说我对一件事情是我的对 你知道吗 你也不能说你对一件事情是你的对 也不能这么说 就是说 我一旦去应试过度的去要求他 就像我前面说呢 我过度的要求一个要求孩子 他现在做的事情一定要 就好像一劳永逸一样的 就像就好像说我是要求你 现在一定要学一个最好的方式 或者怎么样 那你呢 你可能是根据现在情况 啊 该干嘛干嘛 对吧 自己饿了就吃 渴了就喝 或者怎么样的 然后出现了啥事情 呃 能过去就过去了 不记得就不记得 对吧 我是这样的吗 呃 是 不是说 不是说你是 我说的不是很确切 你知道吗 你只能去 你只能去感觉 我说的这个 就两种不同的区别 你知道吗 我可能就是盯着那一点事情 墙上有个苍蝇 就受不了这种 对吧 你知道我意思吗 嗯 你继续说 呃 就是你一个是这种秩序的 就是说我是 我是比较想秩序的 这么说 懂了 这个 你这是什么样的人 我来你自己说不清楚 你我在旁边看一下 你是什么样的 你比如说你要一开始做一件事情 你必须想好 后面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 有什么样的后果发生 会产生什么样的 你全部想好 如果说想好了 你觉得你做这个事情能成的把握比较高呢 你会去做 你如果说做的把握不高 那你根本碰都不会碰 你都不会理 鸟都不会鸟 我讨厌没有秩序 你知道吗 我不看这个事情会出来变成什么样 我会先去做 我做差了 那我就丢掉 差就差 做好了 那我就做好了 然后这个事情如果说我做到一半 我做不好了 我让你去做的话 你就说我做不了 对 因为我讨厌没有秩序 你知道吗 所以说现在教孩子 让他干什么 你你全都怪在我头上 因为 因为你做不了的事情 你应该都不去做 然后啥都是我去做 然后我做 没有做的很好的事情 我让你跟我一起去去做 你然后你就说 没办法做 做不了 对 所以说怎么搞 我懒吗 就是说 就是说我更去 这个这个希望去 我我我我不是说我做什么哈 就我看到的东西哈 我会看他的这个秩序 就是这件事情规律怎么怎么样 对吧 那你看一件事情 那就是这件事情 对吧 这件事情 当下 我的反应应该怎么样 应该怎么样 应该怎么样做 要怎么处理 就是说 啊 对 就就这两种完全不同 你怎么去比较呢 你一个只看到规律秩序的人 那有些规律非常复杂 复杂的哈 嗯 不要 非常 非常 呃 才能非常好的人 他都看不出的 他都没办法去呃 没办法去研究出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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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秩序 是什么的这种人呢 那那那这个秩序对你我对我来说 这种秩序我可能 有些秩序非常复杂的 那我就一直得盯着这个怎么去哎 这个规律我怎么找不到这件事情 我怎么就不理解 或者怎么样 但是像你这种处理方法呢 起码可以解决当下的问题 可以先走着再说 对吧 那我这种就卡在这点 但是 那我什么东西都看到秩序呢 对对于我理解这个这个秩序的这些这些事情来说 那我做的比你好得多 透彻的多 我能一下子找到最好的方法 你知道吗 你会有时候走很多弯路 对 就是这两种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两种 这两种人也是这个很多 就是你可以说是一个中国一个美国 对吧 你在像我这种人呢 我什么都看着秩序 虽然说 我是中国你是美国 不是 不是这么简单 我是说我们两个都不同 你知道吗 怎么去比较知道吗 就是说你不能简单的比较说 你一米六我一米八 你一米七我一米地 不是这样比较的 你知道吗 而是说我说出了你的你的这个 你怎么去看的事情的这个视角 和我的视角是什么不同 对吧 嗯 就这样嘛 就是这样子不同 我们两个 对吧 对 所以前面说的就是你擅长的东西 还有我这种 只看到秩序的人擅长的 就是把他已经理解秩序的这些事情 做的非常的高效 简单成功率高 那对于他不理解秩序的人 那就应该你去做这种 那就只能去你去告诉他怎么做 你知道当下的反应应该是什么的 或者是你见到这种事情 你是讨厌还是喜欢还是离开他还是怎么样 你不用去理解这整件事情 中国以后打仗或者怎么样 你不用去理解这个东西 我前面昨天看一个网上谁说 有个中国的母亲带孩子 一二年就跑到泰国 跑到国外去 反正她就是一个母亲带着孩子跑了 她问她为什么跑 她说都是男孩要打仗 就这么简单 中国都是男的要打仗 就这么简单 你说这是什么秩序 对我来说 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可自治 这什么逻辑 你知道吗 男的也可以搞gay 我就会去想她各种的可能性 然后找出一个 其中有一个我先存疑也可以 男的不一定打仗 他们搞gay吗 台湾哪里跟gay什么的也可以 对吧 变性什么的 也不一定打仗 但是作为母亲 她的理解就是男孩子太多 肯定中国要打仗 然后她就带人走了 带家里的人走了 就这么简单 知道吗 就是要是这种 看事情是看秩序的方式 这种人 他就不会去做这样判断 那有可能他的判断就是对的 也有可能不对 但这都不重要 重点是这两种 这两种思考方式 或者处理方式 做事情的方式 看待事情的方式都不同 你知道吗 你不可能放在一起比较 你只能说 我觉得什么事情上 你得了解自己的优势和劣势 就是你之前我们有说过的 你是那种图形思维 我是那种文字思维 总之 总之你的这种 你这种方式 有优势和劣势 我这种方式有优势和劣势 然后互相了解了以后 互相去合作配合 发挥优势 然后去避免劣势 这才是重点 对 你得配合我 但是 你得配合我 就是你看 像我 像我 你说 如果说我是这种 喜欢去找规律的这种人 然后看到规律以后 怎么样去做事情 这种劣势是什么呢 也会 你什么事情都按规则去做 对方人到一半的事情 你就无从下手 因为很多很复杂的事情 你没办法找到规律以后 你就会做错事情 对吧 你做错事情 你就得改 这个就是美国 你看得到 它也有空气污染 也有这个叫 这个叫 银行卷钱跑路的 银行骗钱的 对吧 那跟中国 中国出现的事情 美国也有 或者是只有更多 中国你马路上拿枪杀人 那还少一点吧 可能因为没枪 有枪的话 肯定会有 就马路上直接 那中国多的都是拿刀子 我不是说中国出这种 这种美国枪击案 杀死多少多少人 是吧 我不是说中国死的人少 我是说中国没枪 他可以拿车撞 可以拿别的东西干 你知道吗 拿刀砍 或者怎么样 他有别的方法 我并不觉得他死的人 比美国的少 但是我知道他没枪 你看啥呢 对面路灯管 路灯要换了吧 然后 然后呢 你看你没办法 我说的重点就是说 像中国银行倒了 美国顾客银行倒了 然后中国出了什么事情 美国出了什么事情 然后中国美国又有强 那所以美国更乱 更惨或者怎么样 你没办法这样去比较 你要理解美国呢 他是一个什么事情 都是按照规则去做的 或者说他有一个方向性的 就是去做正确的事情的 一个方向 但是你一个人的精力也有限 一个人 你不管再聪明 再厉害的人 或者怎么样的 你不可能理解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 找到他们之间的秩序和规律 所以你在做的事情一定会出错 那你拼命想做好 然后还出错 这个是一个非常令人沮丧的事情 对吧 你拼命想做好还出错 但是 我觉得这种也不能去沮丧 特别是在中国大陆 知道吗 因为中国大陆 那个是一个什么概念的 他不是说像 他不是说像你去 你因为找不到规律 然后就怎么样 他是在乱干事情 他是在人为的制造一些混乱 因为像美国呢 他是秩序 如果美国他是一个秩序的话 美国他绝对 他肯定是有秩序的 坏蛋的 坏蛋 也有坏蛋的秩序 他不可能去贩卖器官 你说很多 中国人说美国人坏事 美国人去割你的身 你知道吗 你让他割个身事 哎呦做不了 他太惨了 太瘸得了 他有这个底线 知道吗 他是有一个秩序 只要有底线 不管你那个底线多低 中国是没底线 中国人 只要有底线 他就是秩序 知道吗 但是他找不到所有的秩序 还是会不断的出错 不断的改正 不断的出错 知道吗 这个时候你不可能拿他这个错误 去跟中国的去比较 你没办法比较 比较什么东西呢 一个错了错了 拼命改正 你要钱 先给你 我跟你商量一下 怎么这个东西 我给你换个利息更高点债券 但是你晚一点拿行不行 大家怎么怎么样 或者怎么样 就是说直接跟你讲 你全部都要钱 没办法 然后不可能有钱 对吧 就给一个解决方案 那不可能所有的人 首先你有25万美金 够你活三五年的 你知道吗 你不可能其他的 你超过25万美金 还有75万美金 你现在马上就要 你说我现在马上就买个游艇 赶快给我 我没有这个游艇我就要死了 是这样吗 你知道吗 如果要死的话 人家也会给你 就是一边是他不断的出错 各种的丑闻 什么丑陋的程度 所有的人都一样 对吧 这个程度所有的人都一样 但是他不断的再去 你看到他在自我的修复也好 不断有人去批评指正 然后去骂他 他如果自己不敢 如果说坏人 美国的坏的人 他自己不敢 他自己不敢 也会有人不断去骂他 你知道吗 你中国你敢去骂政府吗 你敢去你骂都不敢去骂 就不要说让指望犯错的人自己去改正了 你知道吗 那跟美国这种秩序相对的 这种中国的这种混乱 你说中国难道你能在中国找到一个什么秩序吗 虽然说你是中国说什么 你说中国是什么 靠人脉什么什么 靠这个 那美国不靠人脉 你知道吗 你说中国是什么 靠关系或者怎么样 那美国不靠关系 你认识个美国总统 或者是副总统 你试试看 你知道吗 你就可以去讲话 哪个过程 只要是人 就是中国那些什么靠人 或者什么 那一套东西 只要是人都吃那一套的 你知道吗 但是它的区别在于 它还在不断 政府还在不断的制造一些混乱 因为它没有秩序 它就要用相应的混乱去控制另外的混乱 你知道吗 这两个地方它的这两个社会理念 不同的一个秩序的社会 一个混乱的社会 它是出现事情出现的这个机理 这个方向是完全原因完全不同的 你知道吗 那蘑菇是怎么长出来的 跟这个农作物各种就两个不同的农作物 长出来的方式都不一样 需要的这个环境湿度空气土壤都不一样 你知道吗 中国就是在人为的制造 你看政府就是人为制造混乱 中央的这种新闻 官方的新闻全是假的屁话 但是你看实际事情 你他妈这怎么一下子 一下子打击 一下子又鼓励 一下子又怎么 它就在人为制造混乱 因为它要用混乱去控制混乱 这就是中国人 他觉得他做事情的一个 丑事之道或者是逻辑 你知道吗 你们这些刁民我让你们有枪 那他妈不是完蛋了吗 这个怎么怎么样 就是他就是你们这些企业是瞎搞 或者怎么怎么样 马云怎么怎么样 你要是没我或者怎么怎么样 他就是他就是人为的去 因为你一旦放中国可以说 他是彻底的是放弃了这个最基本的秩序 诚信 实事求是 真善美 这些最基本的 小孩子畜生 你家长只要他妈的有点人性 你都会教小孩子什么 真善美啊 不要撒谎啊 什么的 就中国已经放弃这个东西 放弃这个东西 你要选择 你要走的这个路 你只能选择说不断的制造混乱 去控制你 你已经有的混乱 选择秩序的这种社会 像美国 你也会不断出现混乱 你只能每天挣扎着 像我们养小孩 我不知道很多人不理解这个东西的 听我说这个觉得没劲呢 可能都是没养个小孩 没干过啥的 你真实的去做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 那肯定是摸爬滚打 挣扎着做 其实你有时候可能想 为什么我把它遵守秩序 我还要活得这么苦呢 但是现实情况就是这样 现实情况就是一个 地球上最好的体制的国家 最诚实的社会体制 最有秩序的一个社会的民情 也是一塌糊涂 你光看新闻或者看什么 你知道吗 你看表面 你看表面 你不在那生活 你就看表面 那也是一塌糊涂 也是丑陋不堪 也是各种的欺诈 又炸了煤气管道什么的 又股东战争 侵略别的国家 你表面上看的也都是这样 但是因为你在按照秩序做的时候 你也会制造混乱 知道吗 但是区别在于说这个地方 这种人他没有选择用混乱去控制混乱 他选择还是我按着这去做 但因为我是个人我会犯错对吧 然后做错了一对混乱 然后我再努力 莫怕滚打 每天惨都不行 就是每天就是绞尽脑汁各种的人一起努力 让中东和平 然后除了亚伯拉罕协议 不断的说 不断的沟通 然后不断的去坚持我们要诚信把混乱再回归到秩序 然后还会出现混乱 然后你又麻烦的一塌糊涂 知道吗 这个就是我认为的人正常人应该生活的 人不应该去用混乱去控制混乱 在这种秩序的环境下 你这混乱 这个混乱过去了 又过去了 是真的过去了 但是在这种混乱 这就是说的中国很多问题就是没出来 对 转移式 没出来 然后我相信 把那些错误掩盖掉 对 靠着中国领导人的能力 他可能永远让这个问题都不会出来 但是我觉得恶心 我宁愿让这个问题出来 让人说我什么 比如说我做过什么事情 我这个怎么怎么样了 怎么怎么样 说我怎么怎么样了 无所谓 但是我要把这些东西 我要去按照我的节奏 我去把这些事情一点一点的做好 做好就是有秩序了 你知道吗 这个是我认为一个人 我觉得我到这个世界上我才没白活 我才有作为一个有五个指头两个手 这种人知道吗 就是人这种感觉 就非常踏实这种感觉 只有这样你才会踏实 而不是说出现一个混乱 用另外一个混乱去掩盖掉它 控制住这个混乱 你说比中国这种例子太多了 地方的你贪污或者怎么样的 老子让你掉脑袋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例子可能不是很准确 但是在中国生活的人都有这个感受 对吧 很多问题呢 在中国什么污染 空气污染 什么东西都出不来 都不会说在表面上 一个个都过去都没有结果 所以说这里就说了这么久 我们说了一个小时这么久 就说怎么去比较这两个地方这个事情 或者不是中国美国 美国可能就是说你看来做两件事情的时候 我比较喜欢的一种 我觉得让人比较看得到希望的一种方式 并不是你现在有多么的叫 可能说没有没有事情找你 或者怎么样的 你现在可能是一个流浪汉了 或者怎么样的 但是你是一个诚实的人 你知道吧 然后如果我相信如果坚实 就是这种就是你相信 你知道吗 你是一个诚实的 或者怎么样 衣服破烂不贪 或者怎么样的 你看到多少的这种 就是不是用混乱去控制混乱 而是去选择把混乱再重新带回到秩序 我想问你 我既然就问你 你告诉我是中国 中国这种国家还是美国这种国家 你看他们不断的在各种各样的人 拜登这种 特朗普这种 彭斯跟蓬佩奥 彭斯就说 特朗普你要对1月6号什么国会山事件负责 或者怎么样 然后蓬佩奥就说 蓬佩奥就是这边不断跟中国人说 中国中共不等于中国 或者怎么样 你知道 就是你看得到所有的方面 这些关键的问题上 总有人在不断的努力尝试的把混乱 就像中国搞不清楚 中国人搞不清楚 美国怎么侵略我们 那他们就说 你搞错了 或者为什么搞错了 12345678 对吧 下次一个什么问题 再来一个为什么搞错了 12345678 它是很具体的 就像你看中国的电影 为什么一点味道都没有 没意思 看他讲话 你们美国人侵略 电影人 大大地 就是这不是他妈现实当中的对话 你看美国的那个那个 你看欧美的电影 你看好看一点的电影 包括以前中国 中文肯定也有过不错的电影 但是被这种 被这种共产党文化给掩盖掉了 给毁灭掉了 就是他这种对话呢 就是非常生活 又非常有含义的这种 对话 对吧 你就听一下 你就觉得哇 这个 这人说的话就好 就声音特别的干净的 传到你的脑子里去的这种感觉 而不是说 所有都是我们中国的 你们去死吧 你们是坏蛋 就说这种玩意儿 你知道吗 这种东西你听了 你听了耳朵都长简了 你知道吗 也都不错 就没有投入丝毫 丝毫的 你作为一个人 对你的生活的热爱也好 对这个 你作为一个生命对生命的热爱 你就没有投入进去 大家就忙着去献媚 就忙着去啊 不知道干嘛 对吧 你知道吗 不知道在干嘛 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区别 这个就是你用混乱去制作混乱 因为你第一次 比如说用谎言去掩盖谎言 你第一次撒个谎 第二次再撒个谎 哎 撒个谎就可以盖过去 那我下次再撒谎就行了 你知道吗 用混乱去掩盖混乱的一个比较非常严重的危害 就是说你永远都会想着用混乱就行了 但是你要想把出现了一点混乱 就把它重新带到这个秩序的费尽千辛万苦 各种的沟通努力 绞尽脑汁 去把这个混乱去带回到秩序里面 你他妈想 你这种事情下次再也不要给我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 一边问题会不断出现 一边出现一次问题 就下次出现的风险就更低 这就是为什么 这都是死的 这都是你皮肉苦出来的 这都是你自己一步步踩出来的 不可能少的 所以你不要说什么 比这个中国军队 你美国军队军旗推演 台湾军队啥啥啥 那在中国大陆 就算在中国大陆也是这种 你实际做的东西 对吧 你实际创造了多少价值 你实际上做了多少的沟通 你实际上对生命的热爱 然后带出来的 就是你给别人的这种帮助有多少 才注定了你这个价值多少 而不是吹牛逼的的人 对吧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你在中国 我不相信你动不动就献个妹啥的 你能创造啥价值 知道吗 这就是区别 但是你不断的把这个出现的混乱带到秩序当中 就好像你在不断的去理解这个大自然 你这个创造的是一个跟这个自然规律一样 自然规律会明天没有吗 你知道吗 你虽然费了力气 比那个用混乱去掩盖混乱 去控制混乱 费的力气更多了 你知道吗 就是说我看到东西 最简单 再简单一点说吧 我看到东西 美国不管 美国他们是在做 他们是在做很多很多 你脑你根本就想象不到的细致的这种工作 就是在工作 就是说美国虽然人不多 然后但是工作那些人呢 那他妈真的是在工作 你在中国是很难找到这种人 知道吗 因为中国你要花很大的精力去搞人际关系去泄媚 我们这个地方也是 就是工作的人 当然了 你看超市里面帮你推购物车 这种东西啊 就是你只有你出来生活过了以后 你在你生活方方面面你都体会到 他那种诚实 不是说我他妈的傻逼 我不想骗个一百块钱 反正我他妈明天以后也不可能见到你 我不想 我傻逼 不是 而是说他就是在 就是说我 我不是为了这 多赚这一百块钱的 而是说我这一生 一个人一生三万多天 我每天去干这个东西 我今天骗了 那我明天还骗吗 我不可能一直骗是吧 他不是骗你一个说 想着你这个傻逼 我明天你这个游客会怎么样 骗你一下 像中国吗 对吧 我就骗你一下算了 反正又见不到你 也无所谓了 没什么影响 是 没有任何后果 像中国这样 我前面也说了 他用混不断的制造混乱 去控制混乱 然后得到一个 政权的控制 人民的控制 国家的控制 甚至控制全世界 那都是可能的 我并不认为他 我并不是说中美国就一定能战胜他 这个在美国就怎么怎么牛逼 怎么怎么牛逼 知道吗 那你是可能的 因为毕竟这样更方便 你不用把混乱带到秩序当中 那这样不是更方便吗 你知道吗 你这样不得更省善吗 你当然可能去征服全世界 全宇宙 当然是可能的 问题是 人到底是应该对抗这种东西 还是他妈的应该去 去这个 去这个 跟这种 这种不断制造混乱 去控制混乱 这种恶魔 不断撒谎 来掩盖他之前的谎言 这种这种人 你跟他相处 你知道吗 这答案就太简单了 你知道吗 你重点是 很多 很多讲的一大套 不管是金融 地缘政治关系 讲的一大套 一大套的东西 这些人 没有弄清楚这个观点 你仔细去听他讲的内容 没有弄清楚这件事情 你到底作为一个人 你是要选择哪边 你先选好这个 你再去做所有的 你再去 说你其他的这些东西 那才会比较可信 你知道吗 我不是说你一定要做哪个选择 一定要同意中国 还同意美国 去比较中国银行 岛 美国银行岛 去怎么比较 中国银行岛 这不美国也岛了 中国杀人 美国这不也杀人了 你这比较没有任何的意义 你知道吗 重点是你选择啥 你选择把混乱带到秩序当中 你会千辛万苦 会作为一个人 但像我们带过孩子这种 你怎么去说呢 这种事情 你知道吗 上次死拉到处都惨气死我 你知道吗 所以 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说 你不能因为这个说 我不要孩子 或者把孩子丢掉了 把孩子弄断 你不去教育他 你不去教他诚实 不去教他真善美 让他不去为他以后的人生去 他来到这个世界 你怎么去介绍这个世界 你不去把他介绍一个好一点的 你知道吗 你不能这样 你不能就放弃了 你知道吗 你只能去这样子走下去 你圣经背着十字架走 为什么 什么意思 背十字架你知道多难受吗 什么意思 就是说 就是在告诉你要把混乱 出现的这种混乱 尽量带回到秩序当中 而不是制造新的混乱 制造新的混乱去掩盖 去控制另外一个混乱的话 控制你现在 比如说你现在很烦的事情 那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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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命的喝酒 向我拼命抽烟 去让自己忘掉 或者吸毒 或者怎么样 对吧 那也不是制造混乱吗 这就是例子 就是你这样去做的话 你还背什么十字架 你不是一路轻松下去吗 都是你他妈想做的事情吗 你知道吗 对 你如果出现了 哎 谈朋友谈失败了 那就他妈的 投资自己啊 去不断的再去认识更多的人啊 或者怎么样 对吧 你谈不谈失败了 你他妈就去喝酒 然后打东西 然后去抢 抢劫杀人 什么的 强奸 什么的 就像中国 中国那个唐山打人事件 什么的 给我睡一下 不睡 那你他妈太省事了吧 你首先唐山打人事件 那个男的 你看那个男的 首先你找这个女的 你要跟他睡 没有他妈这么简单 你得先去请他吃个饭 对吧 或者怎么样的 看个电影啥的吧 你说你给我睡 然后不跟我睡 我就打 都他妈这么简单 你打人就抬个手 就直接就打 都是这么简单 不用任何你作为一个人的 这种思考的东西 对吧 你的话筒没看吗 开了 开着呢 一直开着 所以说 所以说 所以说是这样比较的 你知道吗 嗯 你知道吗 就说到这吧 你什么时候看到 这个 你什么时候看到 这个 中国出现的这些 不管是 不管是 不管是什么 通货膨胀 就连油价 就连中国的油价涨了 你看到有什么人出来讨论没有 说什么没有 政府的 中国政府的 你知道吗 所以说 先说这吧